近40匹馬倒地不起 疑似活活被渴死 畫面十分驚悚 澳洲熱浪來襲 中部愛麗絲泉連日高溫干旱 温度居高不下 連野生動物也吃不消 南部阿德雷德更出現 130年來最高氣溫 大部分地區高溫飆到40度以上 超過15個省份破歷史記錄 更糟的是酷熱的天氣形態持續下去 塔斯馬尼亞野火 已經燒回99000公頃的面積 恐怕還會進一步擴大 但是東北部昆士蘭 卻是截然不同的畫面 河水暴漲釀成水患 甚至造成農民受困 連乳牛都被大水沖走 當地主要河流水深達12.6公尺 甚至創下一世紀以來新高 乾旱大水兩種極端氣候 同時出現在澳洲 不論人類還是動物都受到嚴重衝擊 大愛新聞揚請編譯 日本人計努力